哈喽,我是乐乐,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嘿嘿嘿 嗯,昨天下午和晚上都有地震耶 虽然只摇晃了一下下 我还是觉得好紧张哦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 地震的发生跟地球的陆地活动有关哦 我们居住的陆地是地壳的一部分 看起来坚固无比 但从整个地球来看 地壳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 而且就像拼图一样有许多裂缝 这些拼图我们称为板块 板块漂浮在地球内部的岩浆上面 只要板块移动 陆地上的东西就会跟着一起摇动 这就是地震 其实,地球一年会发生上百万次的地震 只是大部分的地震都非常微小 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地震 通常是属于板块比较大的活动 如果板块活动太剧烈时 就有可能造成房子倒塌 路面崩坏 甚至山崩、海啸 小朋友 如果发生了地震 不用太惊慌 记得三个口诀 趴下 掩护 稳住 保护你的头 并找到坚固的东西来掩护 记得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 小朋友 今天你知道了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今天我知道 原来如此真奇妙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 嘿嘿 哈哈